就是類似於像這樣子 然後呢 答案喔 其實就是 就是這樣子 可是問題喔 哪邊要鎖 哪邊不要鎖 就是這樣 可是這樣子有點眼花啦 不過我最後一次也會看 馬上你就知道為什麼了 其實喔 有一個 訣竅 什麼訣竅呢 鎖哪裡喔 其實 最重要的簡單的判斷依據 就是你的標題列 在第幾頁 你的標題欄呢 在哪一欄 那你就把哪一列 這一列 跟這一欄 把它鎖起來 就OK了 為什麼 因為標題列跟標題欄不能動 不能動嘛 因為你一動的話呢 底下全部它都抓錯位置 所以你才有這個概念之後的話 我們先把公式做出來 有沒有 B1應該鎖哪一個 1嘛 對不對 你把1鎖起來 A2要鎖哪一個 A嘛 對不對 所以這兩個 所以你只要概念清楚的話 馬上就可以做出結果 完全不需要思索 馬上按個確定之後 向下 向右 99層發表 有沒有 就對了 應該可以知道我在做什麼 這個都很直覺 你也不用背 而且這一招真的屢實不爽 絕對正確 因為我發現很多人不知道 知道的話就很麻煩了 因為你向下 有的只會按F4 兩個都鎖 像這邊的話 如果兩個都鎖的話 鎖住之後就固定了 向下它都不懂 又1乘1還是等於1 結果一定不會正確 所以如何所正確的值 這個很重要 藍列 好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 待會兒你也可以試 怎麼樣 把舊的能量再變化 如果我今天希望 我不需要這些東西 但是也可以把結果給做出來 把它清除掉 全部清除 那也不需要前面的定位 上面的定位 我直接用column跟loc 可不可以 可以啊 可以發現 插入函數 如果我用column的函數的話 C開column 上面 乘上什麼呢 乘end 一個什麼呢 乘號 再end一個什麼呢 列號 因為剛好 藍1 列也是1 所以呢 等於end 然後兩個相成的結果 用這個來copy一下 這邊把它改成乘號就可以了 應該可以看懂了 1乘1等於兩個相成1 所以你把它打勾 自重一下好了 向右 向下 一樣 有沒有 所以這個是第二個 我們如果說 我不要靠 上面1到9 左邊1到9 一樣可以做出什麼 一個9 其實這邊的話 就利用參照 剛剛兩個概念 一個是 利用那個鎖定 所以哪一列要鎖 哪一欄要鎖 這地方 其實關鍵就在1跟a 這邊把它鎖起來 那第二種變化是 如果你column跟loc 也可以做出來 那第三個就是說 如果我希望呢 幫我在對角線 對角線 設定格式 特別說 設定格式的話條件 我希望做出來的效果是什麼 當我對角線 這邊 跟對角線這邊 可以圖顏色 但是其他不圖顏色 這邊的話 其實你可以講 做設定格式的話條件 新增有規則 特別說 規則怎麼樣 它的規則來源 你就不能用什麼 用這上面這幾種 你可能只能用公式 試一下 應該知道我在說什麼 如果我今天想設定格式 我剛剛同學比較快的 我請同學先講講看 那這個部分的話 也是比較進階的 設定格式的話條件 那先試一下 剛剛那個998表 待會我們來看 放一千黃也各位試一下 你還會需要什麼 把你需要的資料加上顏色 那加顏色的話 像這個 當然我是舉例子 如果說我需要加顏色的儲存格 通常是填一個底色好了 那這個規則 你要找出它的規則性 不過呢 這個是用設定格式的話條件做的 如果像這個東西 如果設定格式的話條件 假設你是新增規則的話 那基本上特別注意喔 上面這幾個 真的很難用 很多其實都做不出來 通常會用這個來做 用公式來 像這個 你會發現喔 我們第一個是需要什麼 把 比如說 左上到右下 這邊填顏色 填什麼 填黃色就好了 那第一個 你要找出規則性 什麼規則呢 當它的這個跟這個相等的時候 有沒有 當這個跟這個相等的時候 它會幫我判斷 然後第二個這邊的話呢 當這個加這個等一下 有沒有 所以你要理出一個規則 你答案就出來了 不過呢 聖靈格式的話條件喔 你不能把它先復原好了 那你不能用那個 聖靈格式的話條件裡面的 上面這些 因為這上面好像都做不出來 你只能用這個 公式 那怎麼做喔 教各位喔 第一個喔 前面好像我們有做過那個什麼 那個 樂透彩那邊嗎 還有什麼 那個 年曆那邊嗎 樂透彩有做到 那個 前七名的格式啦 好有沒有 那 首先第一個 你要先告訴他 你要格式化的範圍 這個範圍 所以第一個喔 你要格式化的範圍 不是每一個都要格式化 但是是一個條件 這個範圍裡面 如果呢 所以特別是喔 設定格式化條件 新增規則 那你可以什麼 使用公式來決定 那你要告訴他喔 當 所以當 當 什麼情況喔 所以那個敘述是這樣 當的話你就輸入一個什麼 輸入一個等號 然後我先把它改一下 改成 好 當 所以先輸入一個等號 這個等號呢 有點像我們中文敘述裡面 當什麼 當什麼情況呢 當 這一個 等於 有沒有 所以等於 這一個的時候 這個跟這個 這個 這個 等於這個的時候 那就幫我塗顏色 塗什麼顏色呢 塗一個 黃色好了 按個確定 不過特別最好 如果你現在按確定的話 怎麼樣 全部都塗 為什麼 因為它都 都鎖住了 所以你這邊範圍裡面呢 全部都是以這個 跟這個 當基準 那就錯了 所以怎麼辦呢 你一樣 需要什麼呢 需要做一些 哪邊要鎖 哪邊不鎖的敘述 跟它講說 以後 如果你這邊一直跑跑跑 你要抓的話 如果是列的話 你就抓上面這一列 如果是藍的話 就抓A藍 用這個跟這個比 這個跟這個比 所以你特別注意 其實道理也是一樣 你就把什麼呢 B1 只要鎖 1就好了 A2 就鎖 A就好了 你會發現 按確定會怎麼樣的效果 再確定 有沒有發現 效果出來了 有沒有發現 所以其實分兩邊 一個是你要格式化的範圍 就是這個中間的 那你要設定條件的是在上面 跟在左邊 但是 也會跟藍列鎖定 概念是一樣的 所以其實如果你懂這一招 很多本來做不出來 很多可能只能用VBA寫出來的 基本上不用 用這個就可以了 還蠻好用的 因為很多地方 我都是用這種方式來做 因為有的時候 如果可以不寫程式 那就能免則免 不然以目前各位的功力來看 你要把VBA寫出來還是有點難度 所以如果不寫 那我們就用不寫程式的方法 把問題解決 第二個是什麼呢 當什麼呢 所以當就先打一個等號 當這個加這個的時候 不過你點的時候 它會把它變成絕對的儲存格 所以你必須怎麼樣 當這個加這個等於10 所以其實它這個虛組 你給它慢慢習慣 前面那個等號一定要 有點像 當那個加那個等於10 後面的東西是 我們做的那個運算公式 等號這個有點像 傳到前面去給它 所以有點像 前面VBA裡面 有一個東西要去接這個東西 但是它現在沒有東西 不過你可能大概知道一下邏輯就可以 那我就怎麼樣 給它一個底色 假設是橘色好了 OK 不過中間這一塊有重疊 它會把它蓋過去 按確定 這邊可能要把這個 A跟E留下來 其他的話呢 就不鎖 有沒有 這個就OK了 其他當然你可以如法泡製 比如說你可能要 橫向哪一列 縱向哪一欄 要填顏色的話 也可以用類似的概念 所以這個用的部分 還蠻多地方可以類似的 那你也可以試試看 如果你要這個地方的話 因為上面沒有1 有沒有 1到9 左邊也沒有 那怎麼辦 沒關係啊 你可以怎麼樣 設定格式化條件 這裡的話 當 有沒有 當什麼呢 Colon跟Row 相等 所以這個可能你比較麻煩一點說 你要自己打 什麼呢 打那個 這個 那就比較沒有鎖定的問題 因為Colon跟Row 是絕對的 如果兩個相等 那就格式化成黃色 OK 那你這邊可以把它複製一下 有沒有 一樣嗎 如果 設定格式化條件 這邊的話 你可以 也是一樣 把剛剛公式 我直接拿來 相加 等於 10的時候 設定這個什麼呢 黃色 橘色 OK 一樣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所以呢 我們這個地方呢 剛剛 剛好提到有關那個藍列的鎖 所以為什麼我在上課的時候一直強調 哪個部分鎖裂就好 哪個部分鎖藍就好 那因為呢 很多地方呢 真的只能鎖裂跟鎖藍 你一定要分開 如果你的概念不清楚的話 那真的很多地方 你還真的效果一定是做不出來的 OK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那順便就延伸到那個有關 設定格式化條件 所以這些都有互相的關聯性喔 那這些其實 工作上呢 剛好我也都有用上 所以呢 我就順便講一下 那當然這些都是 互相有一個關聯性 那我覺得 可能如果你剛好你不會 可是我又覺得很重要 所以我就順便講一下 OK 那請各位試